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创世纪第130天 创世纪41章53-57节 当长座预备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 七个荒年就来了 正如约瑟所说的 各地都有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 众名向法老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走 当时饥荒变满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舱 漂亮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盛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敌粮 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 七个风年一晚 七个荒年就来了 这两节经文完全印证了 约瑟解梦的准确性 在这饥荒变满天下的年月里 约瑟不仅开仓跳梁给埃及人 也跳梁给别国的灾民 这使我们看到约瑟的 国际主义精神 与高瞻远瞩的目光 他从法老的异梦中 晓得将有七个风年 与七个荒年 但他在丰年征粮时 不是征收全年粮产的七分之一 而是五分之一 这不仅使埃及地的灾民 能安度荒年 也为别国的人提供了援助 又为他与弟兄们的相见 打开门户 埃及是物产丰富之地 在亚伯拉罕及以撒的时候 迦南地都有饥荒 埃及地却没有 埃及真的会有荒年吗 约瑟相信上帝的启示 所以他不看环境 正值丰年 地的出产极丰盛 他因信 所以做准备 在全埃及地积聚五谷 如同海边的沙不可生数 你对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启示 相信多少呢 埃及地不会发生饥荒吗 不是的 他同样遇到旱灾 只不过 埃及各地在七个丰年里 都有鱼粮 只是百姓把鱼粮吃完了 也同样面临饥荒之苦 当百姓去求法老 法老对百姓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 你们都要做 上帝借着约瑟 保存埃及和各地人的性命 他不单单关心西伯来人 他的选民 他也关心埃及人 外邦人 借此表明 埃及所倚靠和夸耀的尼罗河 并不是他们的保命单 唯有上帝的怜悯 才是真实的倚靠 约瑟做准备 是为了面对荒年 以及继续供应人粮食 当埃及果真有饥荒 百姓到约瑟那里 他们就得粮 生命就可以继续下去 甚至连各地的人 都来到这里得粮食 我们的生命中 是否饥粮 可使饥饿者得饱足呢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遇上属灵的荒年 但要趁着有时间 有机会 记忆力还好的时候 多读神的话 多记神的话 多背神的话 使神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供应 使我成为神话语的供应中心 道读神的话 真言六章八节 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聚炼粮食 阿们 是的主耶稣 谢谢你创造我们 使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爱里 我们的生命被你来建造 感谢主教导我们 要时时预备 因为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 为要成就神的旨意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随时警醒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 好好的努力装备自己 让我们能随时都成为 主所合用的器皿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主耶稣 我们要努力装备自己 成为随时你合用的器皿 主耶稣 恳求你带领我们 学习保罗的劝勉 要殷勤不可偷懒 心里火热 要常常服侍主 让我们有一颗爱你 并甘心乐意奉献的心 实施以神国的事为念 阿们 是的亲爱的主啊 让我们甘心乐意 实施以神的国的事为念 一生都要来跟随 来荣耀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在平常我们就能够 追求一个自律 过圣洁的生活 在许多的诱惑面前 我们能够因着主 而持守圣洁 我们不随这个世代而行 保守自己 常常在主的爱里面 谢谢主 阿们 是的主啊 保守我们常常在你的爱里 与主更亲密 亲爱的主啊 我们也呼求你的怜悯 教导我们 像蚂蚁一样 懂得在夏天预备食物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真知道如何过 有计划 节制的生活 在封年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 剧炼粮食 能够居安思维 主要 祿着我们感谢你的丰盛 主要 我们也不要浪费你的恩典 谢谢主 孩子这样子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